你觉得对于那些博主一直说啊 掉好几百掉好几百拿着有所机 吸引标题去打广告 来的实不实在 大家好 这里是IGG 你们是不是经常还看到一些主播说啊 十三破罗麦克斯掉好几百 十二破罗麦克斯掉好几百 啊 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吗 很多人拿拿些有所版的进行说掉好几百 这样真的是靠谱的博主吗 说实话 华江北的十三不罗麦克斯具体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今天我就带了两台回来 这台的话是远峰南的啊 然后还有另外一台的话是 新设的 那么都是无所版的 有一台etp的 有个250路级的 都是当下热门畅销的进行 那么这两款我们目前在华前北拿回来 它到底是什么行情 它的机型一些参数 它的一些机框 到底是什么一个具体的表现 我们一些方向都来说啊 首先拿在我手里是一台十三破罗麦克斯远峰南的 可以看到这台机器外观 我们是以 新机拿回来的标准啊 这是一台新机 也就是说他们4月13号紧急活的 然后外观的话 看不出任何瑕疵 这种机器在华前北 我们拿回来就是七七五零 肯定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太贵了 远峰南的 但是你们看下电机报告 这边的话 充电零次啊 这边充电零次 然后这边的话啊 两个电机报告都是充电零次 就是4月13号激活的 也就是说 前天激活的 等于这就是一台新机256G的 然后这台机器也就是七七五零拿回来的 你觉得这个价格合理吗 我觉得这个机器的话 如果对比新机 相差个两三千块钱 这是二五六的 还可以的啊 然后远峰南的 然后这是一台 另外一台时尚破的麦克斯 也是今天我们带回来的 这台手机带回来的原因 因为他这位粉丝要一台一tp的啊 看到没有 这个是一tp的一tp的内存在华前北真的比较少 他本来只想要黑色的 然后我们在华前北这边找合的话 只有金色的 他也同意了 我们 以8300的价格拿回来 黑色的话在8400 然后金色的话 我跟他说外观比较亮 然后外观也是比较新的 这种是纯无所板的机器etp的8300拿回来 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我们来看一下应急报告 这边的话 可以看到没有 这是 循环次数72次 然后电效率100 然后这边都是全绿的 然后官网肯定还在保的 这个是不用质疑的 因为他不是资源机 像这种机器拿回来这样的行情 你觉得对于那些博主一直说啊 掉好几百 掉好几百 拿到有手机 吸引标题去打广告 来得实不实在 我们这里有什么就是说什么 全原装的机器怎么去验 都是没有问题的 由于时间关系 像这些12Polo Max 今天我也带了两台回来 然后还有一些苹果12 你看到没有 关保215天93天 关保 这些都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没有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了 我下期继续再为大家介绍 OK 拜拜